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刚刚过去的周末 在俄亥俄州发表助选演说谈及移民问题时 提出了针对美国非法移民的非人化言论 并承诺他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 将是阻止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入侵 此举引发了巨大的风波 他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称非法移民为人 但在我看来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根本不是人 但我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激进左翼说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移民问题正在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中 一个引发激烈争议的议题 而美国边境巡逻队日前在德州边境 逮捕一名偷偷越境的22岁黎巴嫩非法移民 拘留 调查期间该男坦承是珍珠党的恐怖分子 进入美国后将尝试制造炸弹 目的地是纽约 这起事件恐进一步引发美国民众对边境政策的关注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办公室 3月18日在社交媒体发声明 否认了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英国国王已去世的传言 王氏表示 国王仍在履行职责 并且正在处理一些私人事务 此外 英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驻亚美尼亚使馆 驻阿塞拜疆使馆等在X账号 也发布了同样的辟谣消息 据新闻周刊当天报道 此前有博主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称 BBC已接到通知 要留意一项极其重要的王氏公告 该贴文被浏览超150万次 有关英国王已经去世的猜测一时间甚嚣尘上 但随后X社区有人发布辟谣贴文 称这是一个虚假谣言 报道称 另一个令阴谋论加速传播的原因是 有人发帖称BBC已将英国王个人资料图片更改为黑色 但X社区辟谣贴文称 英国国王的个人资料图片 实际上已经保持黑白颜色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3月18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司法解释 首次将签订阴阳合同作为逃税的手段明确列举 有律师指出 常见的出现阴阳合同的行业包括影视 文娱 股权转让 存量房交易 跨境电商 直播带货 建设工程等领域 由于这些领域业务形态 盈利模式 劳务关系等复杂多样 成本申报核实难度大 行业惯例不健康等诸多因素 导致阴阳合同屡金不止 此次解释公布后 签订阴阳合同逃税的行为 不仅会在行政执法领域被税务机关惩处 金额达到立案追溯标准的 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类逃税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